RT 我還有去現場玩一下 那我小忘記一下 是不是 你最到達的男人認識嗎 我跟你說 我真的完全的不能忍受 自我感覺良好 跟自以為是男人 你知道嗎 如果一個男人他自我感覺太良好 明明他一點都不帥 但是他常會幻想自己 是大帥哥 或是明明Sense超X的 他會覺得自己穿的超好看 我覺得非常可怕 然後 如果真的愛到這種人的話 因為這種人就是他沒有辦法接受太直接的意見 我會比較溫和的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譬如說我可能會 他皮膚Sense很差的話 我可能會常常跟他去逛街 然後他喜歡很詭異的東西 我就會說欸 我覺得你穿起來比較帥欸 就是你要軟的來 如果你跟他直接硬碰硬的話呢 他就是完全不能接受而且會大吵架 或是我也很害怕那種 你知道因為我怒火攻心 我一說到就是自我感覺良好 跟這種自有事的男人 我就會神把火你知道嗎 而且我也很討厭就是喜歡控制你的男人 就是他會規定你說 你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才能夠符合他心目中理想女性的類型 然後我就會非常討厭被講 他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好好的控制狂 就是比他更像控制狂 就是他想要控制你 你也控制他 然後呢慢慢的馴服他 你知道他就像是一頭猛獸一樣 他想要咬你 但是呢你就是一個 啪 皮鞭喔 馴獸師 所以你就是要給他一些好處 給他肉吃 然後摸摸他的頭 慢慢久了他就會變成一隻溫泉的小狗 想知道更多貴女生的小秘密 請上Vestbit Instagram YouTube 每拍來Follow我們CosmoTV 那獲得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